這是羊毛髒的蜷蜷 這是他的頭 他的身體 頭是可以動的 可以動 那這個步驟要找到他的底 稍微摸一下 會發現 這裡有一個結 那這個地方就是他的底部 可以放在桌子上 把結的地方放在桌子上 放在你底下 摸完之後他就會變得比較平 那你就會知道他的下方是要這麼空白 耳朵剪下來之後呢 在這一個地方 上保麗樓膠 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多 去看他會畫一段謝謝 你喜歡吃呢 記得把他拍的影片 我會放在前面 前面 一直都一樣 放在這裡 太遠了 葉子 開槍 對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脸的话呢 你会拿到一个深色 一个浅色的羊毛 那我们要拿一个深褐色的羊毛 那稍微把它折一下 折成一个土圆方形的感觉 那放在我们工作垫上面 用蒸轻轻的把它往里面扎 那这个步骤呢 不需要扎得太硬 就是稍微让它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刚刚戳好了这一个 像面包形状的 放在它的脸上 那记得这时候要确认一下这个是底部喔 底部放着 那我们这个步骤的话 只戳四周 先戳四周 让它固定在上面 那可以把它放在工作垫上面靠着 约束去 大概像这样 一个脸的形状就差不多做出来了 那四周戳完固定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帮脸塑形 塑形的话呢 我们是把他的额头的地方戳扁一点点 那接下来呢 因为他会有很可爱的脸颊 所以我们要在中间这个位置 中间这一条位置把它戳下去 他的脸会呈现一个 像是蜡皮小型的屁股 那这个步骤要注意的就是额头是要扁的 如果脸上有动你不喜欢的话 可以用手稍微去把它按压一下 然后再慢慢的缩写 然后再慢慢的缩写 大概像这样子 然后再慢慢的缩写 搓好之後,我們要把它放上去 那鼻子的話呢 可以搓立體的 就是只搓四周,中間不要搓 之後就可以放上我們的嘴巴 嘴巴呢,從中間把它往裡面 那在搓完之後呢 可以稍微把五官 重新 再做調整 臉型的部分 可以調整 那想要讓它的臉頰更蓬的話就是 額頭 跟眼睛下面 往下 側扁 然後 再來呢,要用腮紅 腮紅的話 輕輕的,不用太多 一點點 小心這個步驟不要把臉頰弄扁了 輕輕的把腮紅搓上去 把它分成 三等分 輕輕的把它做成圓形 然後把它放在額頭上面 這個步驟呢 一樣搓四周就好 中間不要搓 搓的時候可以順便幫它 塑形 讓它變得更圓一點點 頭髮上上去之後 因為它現在身體也有一點 軟糟糟的 那我可以用這裡 先稍微 把它塑形 把多餘 膨出來的毛 把它往裡面炸 把它插進去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要把它的腳抓上去 那剛剛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找到這個底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要放腳的地方 把四肢都先稍微擦看看 把它擦進去 把它擦進去 好把它擦上去之後呢 看一下 站不站得起來 那如果是可以站立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 把腳黏上去了 那在這個步驟 需要留意的一點就是 要記得你拿出來的位置 是哪裡 在這裡 可以把手稍微擦定一下 那我們在這個鐵部的地方 上華麗龍膠 從剛剛的位置 往下扎 扎下去 那四肢一式 媽媽 海盛 大人 女生 小蠻 走 快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